大妈起得早,遇到好心人 据说鬼魂附体,儿子危在旦夕 高人指点之下,奇迹正在上演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拜祷在城墙下的女人们 2012年12月底,当记者来到西安市官局魏央分局时 三个大妈正在跟警察哭诉他们的遭遇 警方介绍,这三个大妈都让人骗了 他们被人以神医消灾的名义分别骗走了16万元 7万元和8万元不等 可以说这些钱是他们毕生的积蓄 一般的中老年妇女,她的所有的钱财都被骗了以后 应该说她受到致命的打击 甚至她的后半生都不幸福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多次的向大家提及 神医消灾这种诈骗形式 可见,神医消灾不是什么新的诈骗方法 那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人陆陆续续的上当受骗呢 警方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神医消灾出现了新的变种 怎么变的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三位阿姨都是怎么上当的 2012年10月14日早上8点多 西安市的庞阿姨在马路标锻炼身体 这时,一个胖女人走了过来 庞阿姨往前走了几步 迎面过来了一个教授的女人 胖女人过去问她 兽女人说,神医家就在附近,她可以带路 那个,接下来这个人说 我还倒知道一点 我想我上一次给我姨看病去了 我姨现在好了 兽女人说,这个神医不但会看病还会算命 不过她有个习惯 看病要成双,单独一个是不看的 胖女人再三要求庞阿姨跟她一起去凑个数 试成之后,自己给庞阿姨买一箱牛奶作为打谢 她说不远,过着桥就到了 我说她要进去,过着桥,我从那儿,我从那儿,我从那儿 你连道路就走了 我说,我倒无所谓 三个人往前走了不过几十米 到了一个小区的门口 一个中年男子从小区里迎了出来 然后就走到那个金太财富中心楼下 就碰见了神医的孙子 就这样就开了 那么近呀 就这么近 就是老太的心就在这儿 然后那个神医就在这儿 神医的孙子就在这儿 假装的神医的孙子 就碰到这个神医的孙子 他就说,爷爷现在一个大早 找了基隆乡 我还有个大客户来 今天这大客户,祝孙医 迎出来的中年男子自称是神医的孙子 说一早自己的爷爷就算出来了 要有贵客上门 而且神医的孙子还算出旁阿姨家里的事情来 你家里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说的,我说你咱们的 我姐也烧气一楼香 都看到就知道你这今天死 谁 今天要出事了 对你的家里情况 讲的跟你的神医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受害人就对这个 他有神医或者神医的孙子 说的话是深信不疑 潘阿姨确实有两儿一女 可见果真是神医 这不由他不相信 接下来神医的孙子 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你知道不 你家儿子家里头 有两个女的 原来叫车创了的 死了 在你家配银份 在你儿子家里待了三天了 待三天三夜了 打闹了就没办法 说不定你儿子随时都没命了 潘阿姨一听 儿子家在闹鬼 可真吓坏了 沈医的孙子则不慌不忙 给开了药房 神医的孙子还提醒 潘阿姨这件事情不能跟别人讲 否则会有更大的灾祸 潘阿姨赶紧回了家 家里老伴刚好不在 潘阿姨翻出了家里的存折和银行卡 那个瘦的妇女在楼下等着她 陪她一起到银行去取钱 潘阿姨对银行的业务不太熟悉 好在身边瘦的那个妇女帮忙填单子 不一会儿16万就都取出来了 旁阿姨把16万居款放在红色塑料袋里 外面还包了个蓝色的布袋子 她和瘦的妇女大车回到了沈医家 沈医的孙子又是未卜先知的 邓三小区外 这时那个胖的女人 也带了一包东西回来了 沈医的孙子还指示庞阿姨 把身上带的金首饰也都放进包里 让她和胖的女子一起面对城墙磕头 我手一个手提的袋子 她说是 你把那个东西能不能叫她拿一下 她给你拿一下 你先手十个事 她叫我把后子就是给我一块那个 收那个女的 叫我钱给那个女的 我就手了十个事 手完了以后 她说是 现在没事了 你把你钱远拿上 她 她的闲事要是你把这个东西 她爷爷包括这个沈医的孙子 已经给你做过法了 以后你要数365步 然后走回家 走回家后拿回家 在你家的一个闲住地方来 放在那儿 放在那儿 她胖女人 说晚上六点钟 如果儿子安好 再过来送一百元钱答谢 说完就让他们往回走了 庞阿姨回了家 把庄前的袋子包好供上 马上就给儿子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 儿子安好 庞阿姨暂时松了一口气 一直生怕儿子出事的庞阿姨 在忐忑中度过了七个小时 到了下午五点多 她又打电话给儿子 儿子依然无恙 她才真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想按照约定 这个时候该拿钱去拿谢沈医了 因为身上没钱 她想到去那十六万里抽一张 于是打开了钱袋子 一打开这就成了 咋死我啥你 一打开就这样子 你拿出来 你看 自己 先里就成这一小小小 你看 就成了 啥了 上这 上当了 上当了 骗了骗了 叫人骗了 就这样 十六万现金 变成了三包 共九块肥皂 庞阿姨慌了 赶紧打电话给儿子 儿子陪着她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十六万块钱变成了肥皂 肥皂 上面还有标价 对 多少钱 九块五 这三块是九块五 三块九块五 十六万巨款买了九块肥皂 丧夫之后 七旬的阿姨再造细节 为儿女求平安 却差点丢了老人的命 拜倒在城墙下的女人们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警方说庞阿姨报案的时候 精神几乎都崩溃了 庞阿姨是一位退休工人 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就一千块钱 所以她被骗走的这十六万 是她一生的积蓄 接到这样的报案 其实警方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早在十天之前 警方就接到了另一起 类似的报案 五十岁的李大娘家 正是等着用钱的时候 她的老伴得了癌症 做完手术正在医院化疗 十月五号早上八点多 李大娘在去医院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妇女问路 说有杂志你说 你们这个小区有个 北京来的教室你知道 我总不知道 反正说看见看得可好了 北京在 接下来的事情 李大娘的描述和庞阿姨 基本相同了 也是有好心人过来领路 接着也遇到了 未不先知的神医的孙子 等在路口 神医的孙子同样 也有吓人的说法 李大妈的老伴此时躺在医院 唯一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听说儿子要遭遇恨祸 他几乎贪倒 好在旁边带路的父女 扶住了他 神医的孙子同样提出 拿钱做法来孝赛 李大娘听完这话 整个人的举止就像吵了魔 带路的父女扶着李大娘 去银行一起 把八万元积蓄取了出来 回来交给了神医的孙子 神医的孙子把钱接过去 提出让大娘先面对城墙磕十个头 之后再把钱给她绑在身上 李大娘很虔诚的面对城墙 磕完了十个响头 一抬头却发现那几个人不见了 那八万块钱可是丈夫救命的钱呢 李大娘在周边开始疯狂的寻找 李大娘这下明白了自己被骗惨了 怕病中的老伴着急 李大娘没敢告诉老伴被骗的事情 只是先借钱给老伴治病 儿子在外地打了电话 一边安慰他 一边敦促他报了警 警方向我们介绍 2012年西安市魏央区 一共接到了神医消灾诈骗案的报案 17起 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 是70岁的陈阿姨 2012年的7月 陈阿姨的老伴因为患癌症 不幸去世了 雪上加霜的是 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早晨 她也遇到了神医的孙子 陈阿姨刚失去老伴 可不能再承受丧死之痛了 她是小学的退休老师 本来不相信鬼神迷信之类的事情 可神医的孙子 能把她家里的事情 说得那么准 她不免开始担心起来 儿子的安危 神医的孙子提出 要拿值钱的东西来 开光之后再拿回去辟邪 陈阿姨想着反正也不要钱 没什么损失 拿就拿来吧 于是带路的妇女陪着她 回家取钱去了 哎 损失要取完了 别人都说你陈聪明 现在正葫芦 一个是我老同事 以后我没睡好觉 结果我说补的钱 太对不起了 二十个月了 然后报销 那个一万五万 我孙女给她一万 我马上就订婚 我把手电 可想 陈阿姨从银行拿出了五万元存款 又加上了自己两万元的金银首饰 打算都拿去给神医消灾使用 找神医回来的路上 陈阿姨感到饿了 她让带路的妇女 陪她在路边店吃了碗面条 边吃饭 陈阿姨边琢磨这事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吃饭完了我就清醒了 当时陈阿姨拔腿跑出了饭店 但没想到身后 那个带路的妇女紧追了上来 饭店门口一辆车已经停在那里了 陈阿姨被硬转上了车 车没开多远 沈亿的孙子就在路边出现了 拿着一元钱 陈阿姨傻愣在路上 这伙人驾车扬长而去 陈阿姨说 这伙人这就是名抢 自己七十多岁了 也没有能力反抗 阿姨们的这些遭遇 让警方很同情 但阿姨们所描述的作案人的形象 对破案的帮助并不大 头发的啥一变 衣服一换 神医频频现身 老人们屡屡上当 轩眼系统会揭开神医的脸上 其实他从这 他也可以看到 受我人的力量 所谓的神医 靠伎俩满天过海 料事如神 其实并不选及 做出量子 量子大 优秀一个 一个女 拜祷在城墙下的女人们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0月14号 庞阿姨的受骗案 案发地点是在繁华地段 这意味着 警方很有可能 获得更多的破案线索 事发路段是交通要道 周边还有银行等重点单位 摄像头分布较多 一路警察取得了周边 20多个监控探头拍摄的视频资料 在事发前后 两个多小时里 他们在寻找有用的线索 所有人给他说的 这一个研头 研头把所有的 在这天空工程上 全部视频监控 全部去下来 另一路警察 则拿着旁阿姨的 酒块肥皂 开始查找来源 距离案发地点不远 有家杂货店 店主认出 这正是自己家卖出的肥皂 可见 这些肥皂是犯罪分子 在事发地点临时买来的 店主描述 买肥皂的那个胖女人 和盘阿姨描述的 温露女子形象一致 这个胖女人应该也是同伙 通过遍布的摄像头 警方有了重大发现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警方整理出来的画面 这是10月14日一早 所谓神医居住的 那个小区停车场附近 拍到的镜头 镜头里 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等人 其实他从这 他也可以看到 受害人那边 本个那三个女人出现 对 而随后的一个摄像头 拍摄的画面里 我们看到了三个女人 走了过来 中间的是庞阿姨 旁边一胖一兽 就是问路和带路的妇女 她们三个一路聊天 一路向神医孙子的方向 走过来 刚才走过去的时候 旁边两位妇女 已经在跟她聊天的过程中 探通了好多学识 对 从神医的孙子所处的地方 拍摄的画面 我们看到 她看到同伙过来 于是躲着大步走了过去 接下来几个人开始对话 因为没有录音 听不到说话的内容 后来庞阿姨就走了 在庞阿姨去取款的银行 警方取得了更有用的线索 这是庞阿姨和兽女人 进银行的镜头 因为银行有录音和录像 我们可以看到 庞阿姨取款的全部过程 就在庞阿姨取钱过程中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 他来到银行门口 打探里边的情况 一直在抽烟 这个人很可能也是个同伙 银行里边 庞阿姨取出了16万走出大门 警方根据摄像头取得的视频资料 加上目击者的描述 勾画出了神医孙子的大致样貌 由于诈骗犯多是惯犯 警方在有诈骗案底的人员资料库中 重点搜索 通过样貌比对 一个叫秦百元的人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秦百元我们对他 又对他的一些他的 违法犯罪人员的信息资料库进行了查询 发现他曾经在10年的 10年的6月犯售 也是因为这个神医诈骗 被我们蓝天前公安局当场抓获 当场抓获以后 当时因为他是个诈骗未遂 所以是被他刑拘以后是去保护审 对 警方调出了秦百元的照片 被骗了16万元的盘阿姨认出 这个人正是那个神医的孙子 那天是10月26日 也就是说在案发11天后 这个主犯现行了 然后我们又对他的一些社会关系 对他平常交往的一些人 进行了一些秘密的调查 秦百元是西安市坝桥区的农民 警方通过监控他的社会交往情况 发现了那一胖一瘦 两个女人的踪影 瘦的姓赵 烧胖的姓杨 还有一个叫张明翰的村民 通过照片比对 警方判断 张明翰正是在银行门口放风的男人 警方跟踪了一段时间 在诈骗了庞阿姨得手之后 这个团伙并没有收手 还是每天早上开车去寻找目标 早上七八点钟七点多出门 开始来作案 寻找目标 基本上就是到11点 就又回到他们的住处 回到住处以后就 这两个男男嫌疑人 没事干就在他们家旁边有个水库 就都在那钓鱼去了 生活的是比较悠闲的 警方一直想抓他们一个现行 不过在跟踪的这十多天里 再没有人上当 警方发现 不管当天是否有收获 上午十点多 这四个人都会回家 然后张明翰和秦百元就去鱼塘钓鱼 一直钓到晚上 鉴于手头的证据链已经扎实了 11月7日警方决定收网 在鱼塘当场勤获了秦百元和张明翰 当晚在坝桥区 警方又在家中 将一胖一瘦两个女人抓获归岸 胖的叫杨春娟 瘦的叫赵多 归岸后三个犯子嫌疑人都指认 冒充神医孙子的秦百元是主犯 秦百元今年38岁 以前是个建筑工人 后来得了糖尿病 干不了力气活 就想到了现在这个来钱快的方法 他们也神医 那你们怎么后来改良成神医的孙子了 我骗不下去啊 是不是因为你们觉得年纪太轻 放不了神医 他们这种现在三个年纪他都是发展的比较快 以前都是有所谓的一些年龄大的一些老先生出来说是他是神医 后来因为这个年龄大的人他们不太好找 所以就是啥 后来就演化为神医 不再出现 就是出现一个所谓的神医的孙子 秦百元叫来了同村的杨春娟 杨春娟在离婚之后 独自带着两个孩子 生活比较艰难 他们俩人给你做啥角色呢 他们俩经过设计 你看个这人设计 这人老实 最笨 才开始不会设计 给你弄个 你只弄个最简单 你光最简单 你光问个路撒就行了 而张明翰吸毒多年 家里的钱早就被他吸光了 听了秦百元所说的 这种来钱快的门道 他也欣然接受 他的工作就是开车和忘风 我说 那上海就跟我把 骗人这个情况 警国跟我给了一事 我说是 能够去弄杀 你跟我把车开好就对了 我说行 结果吃了 几个贩子嫌疑人说 事发前 他们多次演练过 作案目标 都是中老年女性 受害人很多到现在 都想不通 神医的孙子 是怎样知道 他们家里的事情的 其实 这都是问路的女人 跟受害者聊天中 套出来的内容 他们是边走 边套受害人老太太家的情况 套情况呢 就是说是 你家有几个孩子 你今年多少岁了 也就是很简单的 基本情况 因为过来问路带路的 都是女性 那些上了年纪的阿姨 对她们往往不设防 加上受害者自己的生活 也刚刚受到了打击 她们倾诉的欲望很强 那么神医的孙子 和问路带路的女人 并没有交谈 怎么会知道 庞阿姨家里的事情呢 秦百元说 她们有约好的手势 做出两个子 两个男孩 优秀一个子 一个女孩 你们平时都是这么眼泪过的 秦百元说 当胖的妇女杨春娟 打听到庞阿姨家里的情况后 趁着庞阿姨和神医孙子 说话的功夫 在庞阿姨身后 通过手势 就把她有两男一女的情况 告诉了秦百元 于是就有了 了事如神的神医孙子 受害人庞阿姨 还想不通的就是 自己的十六万元现金 是何时被换成的肥皂 你们什么时候掉包 掉包就是 等那个啥小赵 跟老太太把钱取来了 起来后 叫老太太把钱放到 那个红色料袋里头 到生日去 那七级是放肥皂 那个红色料袋 老太太七级是 又钱的红色料 这叫俺俩这 背口背 捏那个 叫俺俩捏那个 捏经 东西你说 你捏经 你花术不能拿东西 术就把那东西 都叫小赵拿 小赵拿的时候 就把你们俩的东西掉换了 原来 就在庞阿姨和兽女人 去银行取钱的时候 兽女人通过短信 告诉了胖女人 取钱的金额 胖女人就立刻 在旁边的杂货店 买了九块肥皂 也装到了红色的塑料袋里 等她和庞阿姨 都面对城墙磕头的时候 身后的兽女人 帮她们拿包 就趁机 把两个包里的东西 调换了 十六万就变成了 九块肥皂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老太太回去 看那十六万 变成九块肥皂 什么样 那怎么感想 十六万 你听到这数字啥反应 害怕 害怕 没高兴啊 那给的你多少 给我的四万零八百 四万零八百 那八百是哪来的 那个八百是 卖那个 数十 这十六万元 四个人平分了 庞阿姨的首饰 又变卖了三千多元 四个人同样平分了 案件成功告破 警方追回了 部分被骗的款项 警方说 这些冒充神医消灾 诈骗的团伙 利用的正是 中老年妇女 爱子心切的心理 西安市警方统计 2012年全年 全市街道 神医消灾诈骗报案 有八十多起 涉案金额几百万元 鉴于此类案件频发 群众提高警惕 是耽误之际 不论身体有疾病 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相信科学 不要轻易相信这些 旁为邪道 以秦百元为首的 这个犯罪团伙 归案了 但是类似的 冒充神医 替人消灾 然后诈骗钱财的团伙 在全国各地 仍然还有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 能够给你们 一个喜欢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介绍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 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